你們看到的就是我被困在了 墨西哥 8號 如果是4月8號我就已經在墨西哥 是4月8號嗎 我要翻一下我的護照看一下 大概是幾月份來的 如果到8號的話就是 在這邊兩個月了 就我之前 真的完全沒有想到我們會 這個時候真的內心真的蠻複雜的 本來因為我自己的計劃是 旅行兩個星期 所以我就只配了我的背包 在柬埔菜我弟晚了一個星期後 我弟就回國過春節 然後我就繼續拉 我旅行了可能8天吧 之後呢我就買了 飛馬來西亞的機票 然後同時在晚上申請了 馬來西亞的晚簽 我完全忘記了春節這件事情 所以我的簽證金沒有下來 但是我已經買了去馬來西亞的機票 我又不想毀掉這個機票 然後我就上網做了很多攻略 發現我可以過境前5天 那時候 剛好這個病情爆發 然後我和我家三人 他們也說讓我先不要回去 所以我找到了去亞加達的機票 才300多塊錢吧 所以我說那就買 我就照著原先的計畫 飛馬來西亞 就會和朋友見面 然後爬山 出去印度尼西亞的前一天 印度尼西亞的政府宣布 所有持有中國護照的人是關閉的關口 所以我 但是他只不過給住馬來西亞的大使館打電話 他們說他們沒有辦法給我回覆 在我住的親旅 遇到了一個智利男生 他剛好也是要去亞加達 所以他說幫我問 他就找我一天 他到了印度尼西亞的境內之後 幫我問海關 然後他們說我沒有辦法過去 是已經爆發有點嚴重 去馬來西亞的時候 第一間親旅就已經被拒住 我後面才臨時找了我後面住的那家親旅 真的完全沒有想到 我把我的駕照落在國內了 但是我後面會需要駕照開車 所以我想一想說 那要不然我先飛韓國 因為我的駕照是在韓國靠的 所以我就 就決定好吧 那就只能去獻救國 你懂 就買了飛韓國的機票 然後你要知道在馬來西亞是 30度 所以很熱 然後我完全沒有想到 而且我那時候一直在東南亞流行 我以為只離開兩個星期 所以我沒有戴什麼衣服 都是夏天穿又出了一件 輕薄的羽絨 因為覺得有時候 可能我要睡機場啊 被布什質詢 你知道 沒錯 窮遊人士 飛了韓國 然後當時 我整個人震驚 待了 我當時的氣溫是零下12度 差了整整 42度 你知道嗎 就我整個人動成了狗 真的是動成狗 不誇張 是動成狗 待了兩天之後 我真的覺得不行 然後我又不能回國 因為當時 國內的形勢非常嚴峻 而且韓國已經開始 每個人都戴口罩 幾乎很少能看到不戴口罩的人 你能感覺大家都很緊張 就在想我能去哪 因為我有加拿大簽證 所以我那時候想了說 要不然就是加拿大的 然後南美洲地區 我一直很想來南美洲 很想學西班牙語 思考了很久 跟我媽商量來墨西哥 就因為那個溫差的問題 我感冒了 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在那個時候 我真的覺得 我整個人很焦慮 我不敢確定 我沒有接觸過任何 有沒有新冠性病毒的人 所以我當時很害怕 就搜索 新冠性病毒 會有什麼症狀 什麼特質 然後我一直是有 糖的咳嗽 所以我能想 所以應該不是病 但我也一直有戴口罩 真的晃上了 我不想 因為我的原因 感染到別人 所以我非常非常難得注意 我媽也覺得說 那我還是得去墨西哥 因為首先 因墨西哥的氣候比較好 我可以待比較久 而且可以學西班牙語 飛機是直飛到墨西哥城市 轉機 華達拉哈拉 一般正常的 我是會訂青旅 因為要便宜很多很多 但是因為我感冒 所以我就訂了LB&B 然後是我 我去 Walmart買藥 我也很擔心可能是流感 所以當然我要開的藥 需要醫生的衣足 我真的是 真的感染嗎 就是感染 要是不感染是最好 就是讓自己心安 所以我去看醫生 醫生的時候 沒有關係 我就是感冒了 就是普通的code 接著一個星期我就康復了 我有朋友在墨西哥 所以我見了一些我的朋友們 打工換宿 換到了我現在這個地方 我在這裡已經有六個星期了 剛到墨西哥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 但是現在 天啊 真的很緊張 我目前還沒有去過超市 不知道是什麼情況 因為我住的地方 出去不是很方便 打工換宿嘛 所以也要工作 也沒有這麼常出去 最開始的時候 我有去市區 都還蠻正常 直到兩個星期前 我的host 他們很緊張 他們就一直在跟我說啊 現在情況有多嚴重啊 不要出去啊 出去回來一定要洗手啊 他們有跟我講 現在在超市大都有戴口罩 進門都後退 有保安給你問說 你要不要免洗手衣 就是昨天我有去 去買我的數據 現在就是 那個保安人頭 戴了防護的那個 面具 我上網搜了之後 發現這邊的疫情 真的現在變得好誇張 啊天啊 我記得兩個多星期前 我看的時候 整個墨西哥也就才 40多例 現在已經一千多例 將近兩千了 墨西哥的地圖 是有點像這樣子 就是分兩邊 然後分兩邊 然後所以我是在這個 小小帶條這邊 所以是 隔著一個海 所以這麼偏僻的地方 昨天我看了一下數據 是27例 然後兩個人死亡 呼 我一般都會關注新聞 看一下 你知道嗎 就像是 第二天醒來 就發現啊 做了一個好長的夢 然後一切的生活 都是很平靜的 就是做了一個惡魔 但每天醒來 發現啊 發生真的存在 每次看新聞 嗯 有時候看那些故事 就覺得啊天啊 心好痛 就看了數據飆升的時候 你就真的覺得 這個疾病真的好可怕喔 那些失去 親人 愛人 或是朋友的人 可以多難受 但是跟朋友在聊 我們就說 可能這真的是大自然 給我們一個教訓 我們認識到 他傷害有多大 確實在居家隔離之後 好像 產生了復甦的現象 也很希望 是大自然能看到 我們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了 我覺得嚴重的性了 我現在真的覺得 啊 生命真的太脆弱了 可能是因為居家隔離 就讓我們想很多 我們一定要好好珍惜 大家所擁有的一切 我現在只希望 一秒趕緊出來 然後 就像大家所說的 像所有的流感啊 病毒一樣 好像 天氣暖和起來 然後就會消失不及 希望 這個月底 會下一個月初 就能夠平靜 可能沒有辦法向上 恢復到以前的樣子 但是希望 沒有新增病例 希望大家能夠好好照顧自己 然後 我們一定可以 度過這個難 更加隔離 好 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 stay safe 現在在點這個視頻 然後發現自己真的 忍不住 可能會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 現在國內已經佩服下來了 然後我不回去 因為回國的機票 真的是太貴了 所以最好的事情就是 帶著原地不動 在這個疫情沒結束之前 還有疫苗沒有出現 希望大家不要掉 不要緊心 一定要做好防護措施 那很危險的一個問題 是 無症狀患者 因為你們有症狀特徵顯示 以為你是健康的 但是其實你攜帶著病毒 這就會把病毒傳染給其他人 然後造成其他人的患病 這件事是很危險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護做事 堅持到那一刻 當然居然是先在家裡 這就會治癒之樂喔 一定要保持樂觀的心態 謝謝觀看 掰掰